又要到扫墓时节了 简安乡公所在清明期间提升防疫措施 池云山纳谷塔规划防疫分流济世 即日起到4月5号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 中午和假日都不休息的 乡长有数增监民众要错开人潮巅峰期 落实防疫工作来完成祭祖仪式 确保大家都健康 元夏过后进入扫墓时节 简安乡公所在清明期间全面提升防疫措施 规划防疫分流济世服务 即日起到4月5号 池云山纳谷塔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 中午和假日不休息 提供民众便利的多元化选择 简安乡公所希望贴心 所有的乡亲在祭祖上的便利 以及防疫病型的这样的一个执行 我们从即日起一直到4月5号 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 即使是周六周末 我们都不休息来作为一个 加持的祭祢礼仪文化的执行 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我们的乡亲 记得我们上 慈云山淮恩堂来祭祖要戴好口罩 量完体温 甚至于要来做好分流的祭拜活动 在简安乡公所也会尊重礼仪来聘请法师 做好礼仪追思电仪的执行工作 我们希望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 共同维护自己家人以及社区 环境健康防疫的工作 大家一起来 为了迎接清明扫墓时节 简安乡公所也针对 慈云山殡葬园区完成了环境清理整顿工作 提供优质舒适美观的空间 让民众有宁静优雅的环境来缅怀追思先人 今年乡公所在3月24号也会举办追思法会 透过直播 让乡亲在视讯线上共同来追思缅怀 香港有属专提醒乡亲 祭祀的时候要全程佩戴口罩 采石帘制分流入内 也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而目前在怀恩园区广场 已经设有顶棚和祭祀桌台 提供民众技术使用 借理会竟然相报道